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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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想為何我們裝出一模一樣的射衣 每天都不換衣服 其實我就是戴了這件衣服 你每天都會看到我穿同一件衣服 其實我也是戴了這件衣服 不是因為我沒有衣服 是因為我穿得一個洗劫 很浮誇 現在在等貨車 我們早了到 我訪問你 你喜歡瑞典的什麼 我喜歡瑞典的天氣 這裡不像是太過濕度 這裡很高爽 空氣很新鮮 很新鮮 我也覺得 人們很友善 他們的友善是不會主動向你 不是醃程 但你問他什麼都會很幫助 所以我覺得很喜歡 待會我們就去試Stoffron的魚湯 魚湯 是不是第一次就夠了 Sissy說 對 我覺得很鹹 她可以Reveal半碗 但我 不行 我們進了一碗就收到家了 那讓我試一試 還有Mousse Mousse Mousse好像一種綠 但我不敢吃 聽說 我有問過買Mousse的人 我問他味道會像什麼 他說會像牛肉 我問你 我問你 例如這個Obsola第一天 你對這個Obsola有什麼感受 好悶啊 我一定不會長住在這裡 但有很多人都是移民 還有長住在這裡 長住在這裡 因為這裡是類似的大學城 所以很多英國人來讀書 待會就去Stoffron Stoffron 好像Trips那樣 我們剛剛在這個Tickets 買了這一張 Travel Card 可以坐船 坐巴士 坐Train 地鐵 對 剛才問了 我們可以去這裡 就是Old Town 所以我們可以去吃東西 然後我們會去諾貝爾的博物館 還有一個很出名的 圓棟隊的建築物 就是Skyville 進去啦 Yeah 這裡就是那個Market 我們走來 在這裡尋找那個魚湯 你看下面 下面是完全爛東西 但是很整潔 沒有香港的那些 會經常滴水 臭臭的 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這裡 他們那些 豬肉佬是穿西裝 對呀 我想說這裡的人 都是俊男美女來的 你看連賣豬肉 都要打太胎 都要打太胎 啊 這裡是有很多新鮮的海鮮 你看這個 這個串燒 這個串燒 串燒 串燒就是串所有魚山 串燒 好漂亮呀 這個餅乾是硬硬脆脆的 這個我們昨天試過 對呀 真的甜到想死 腸仔 對呀 好奇怪 在瑞典他們很多糖 瑞典人很喜歡吃糖 這些就是他們特色的糖 這是沐沙 然後就是做了肉水 好漂亮 好漂亮 這間就是我們要去飲魚拖的地方 Hello I love you Thank you Fashion I'm so rich Hello Can I get a fish soup 這個呢 這是傳說中的魚湯 那呢 它是 120塊 其實跟港幣差不多的 等我等完 我來吃這個魚湯 他說這個不是只有湯 裡面有很多魚 所以應該夠飽 對呀 而且可以review半門的 如果你好長 可能他見你美女 所以review給你 那要離開才行 對呀 剛才面臣的那個 是好像cream 那樣的問題 這樣呢 要攪拌 然後裡面呢 就會有些海鮮 很足療 還有魚 很鹹 好像羅宋湯 你可以試這個 正在在想 嗯 很好吃 鹹鹹的 我想到是 在香港哪種吃的 你試一下 我試一下 是嗎 好像香港的某一種味 是很芝士 但是鹹鹹的很好吃 我覺得鹹鹹鹹的 湯呢 然後你吃飯 就是你可以 扔麵包 就進去啦 那你就可以撕 一塊一塊地扔進去 那那些麵包 那些麵包就會 滲 不是 那些湯就會滲透 每一個麵包 那你就會 很juicy 對呀 你就會很juicy 你是誰 還可以下餅乾的 所以其實一碗已經很飽 是一定要試 來這裡 我們現在是一間 賣糖果 和巧克力的店 然後這裡 所有巧克力的包裝 都很美 我們其實剛剛是在這裡 逛三個店 但是 我們兩個都不敢 興趣 但是這裡是會 不想走 其實我對於這些簡單的包裝 就很有興趣 好像這些 這一種 很美 很想買 這一種 好像以前小時候吃的 那些銀絲糖 現在有一些路軌的 其實它是電梯來的 那你就可以搭上去 得住場 很美 像不一樣 不一樣 在這裡 對 非常不一樣 我們應該會